这是曼玉的第... 我也数不清这第几个玩具了 哎呦 你好可爱呀 但在我们的身边 有很多狗狗并没有人类的照顾 玩具对它们来说更是奢侈 它们每天生活在饥寒和危险中 被迫流浪 被驱赶 被殴打 甚至被虐杀 据不完全统计 每一秒钟就有上万的动物 因为人类的虐待而死去 但是 虐待动物真的不需要付出代价吗 其实 在专门立法出台前 反虐待动物并非是无法可依 在公众场合虐待小动物 偷盗并伤害他人小动物 折磨伤害小动物并向他人传播等等行为 是具体情节可或相应的处罚 学会运用现有法律 对虐待动物的行为进行举报 是目前我们保护小动物的有效措施 小动物不是玩物 每种伤害都有代价 我们与动物生活在同一片天空下 万物有灵 拥有它就不要抛弃 不爱它请不要伤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